大家好 欢迎来到Lab Channel 时间 Hello 大家好 你见到我们今天摆到这个阵势 就知道我们今天主要想跟大家介绍 Casus 牌子 或者你正在用CAS 或者用File 为主的用家 家里无论都有一两件这种牌子的产品 你用就用很多 其实 Casus 牌子背后的历史 或者这间公司背后的东西 你又知道多少呢 不要走开 转头和你介绍 CAS 牌子背后的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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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友 我知道你去台湾很多 我问你台湾最有名的是什么呢 珍珠奶茶和台妹 真的 真是好吃又好吃 好吃多一点 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兴趣 我们有兴趣再开一集去探讨这个问题 好吗 后者那个 你讲到台湾 我想除了这两件事之外 OEM 我相信都没有人反对 你也知道台湾是OEM的大国 其实CAS 这间厂 未成立之前 其实他也是在做OEM 我问CAS 的老总 其实他成立是1997年 当时他没有这个品牌 主要是生产什么呢 他是生产牛 就是他们所说的变压器 主要供应是给一些精密的器材 包括影音产品 医疗用品 需要一些精密 要有准确的变压器 来供应给他们 所以呢 他有了生产牛的技术 加上老板他喜欢玩HIFI 去到2002年 就开始成立了CASUS 这个品牌 而这个品牌 他主要就是生产一些 我们音响用的一些电源产品 他主要大概的发展就是这样 好了 其实发展到现在 其实CASUS 仍然在转到两个主要的业务 第一个业务 就是帮一些外国的品牌 生产到里面那只华牛 另一个品牌 当然是做回自己CASUS 自家品牌的产品 其实就 他其实产品来说 除了我们非常熟悉的P8 P3 这个线性供电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新产品 例如前级也有 后级也有 隔壁 甚至乎我们的黑胶 墙头放大器都有 到现在 这个用后我们都会再跟大家 详细介绍 是 医生长 是 我们平时买一些电器产品 其实本身已经有一只牛 附带给我们 但是为什么我们特意买一只 CASUS的线性牛 其实你也知道 每件电器产品 不只是音响 其实我们直接插在220伏的市电 是用不到的 一插就肯定立即爆 其实每件产品里面 都是有一只牛 那它牛的作用是什么呢 第一个作用 它会将我们220伏的市电 降低 降到牛本身里面的电子零件 适当用的电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 家庭电器也好 音响产品也好 其实它主要都是走直流电 它走不到交流电 其实是靠牛 就由交流电 转回到直流电 它们才可以用到的 其实这个就是主要 为什么是牛的功用 好 那你去问一下 为什么我们发烧有 无神神 可能我买部机来 为什么原装跟一只电子牛 不要丢掉它 拿几千元买这些线性牛 那肯定是为了好声而买的 对 原来是这样 是的 石掌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电子牛 和GV6 除了价钱之外 其实它里面是有什么分别的 分别是很大的 如果你说电子牛和线性牛 除了价钱之外 其实线性牛肯定会好声一点 不好意思 我们都会帮一帮线性牛 不要吓售 是的 但是你会解释 为什么电子牛说不好声 线性牛好声 其实我要从一个他们的工作原理 可以简单和大家讲讲 好 不要太复杂 因为导演叫我们不可以太长 所以我想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我觉得主要你是要说到我明白 你明白 其实很多人都会明白 我想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可以解释 不要太复杂 我们不是上物理科 好了 我想了一个方法 我们幻想一下 一个很高的储水器 很高 就有很多水 好了 这个BB仔要喝水 我们其实我不可以就这样 放个口子在那里喝 一定会续亲 我们有一个小杯 有个人在那里喝水 好了 我们幻想了 其实这个很大的储水器 其实我们现在的市电 就是220伏电 很多水 其实我们喝水速度很慢 不可能一开一声就冲下去 那就浸死了 好了 那我们有什么方法 是可以令到它很稳定地 它又可以拿一支饮管慢慢很舒服地喝水 但是又不会说一下子冲下去浸死人 这个正正就是我们的辨子牛和线性牛的工作原理 其实这方面呢 刚才那个问题 我们有想到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做一个开盒的装置 好了 当它喝完水之后 差不多没有了 那我就开了 开了 它就放些水进去 开盒开盒开盒 来控制这个杯子的储水量 令到它不要流出来 而它又有足够的水喝 另一个装置 就是我可以在这里 好像我们开个水口 我们喝水机 安装个水口 那么慢慢开一点的话 那些水便可以慢慢流下去 那它一样都可以维持一个 很平均的供应给这个杯子里面 而它又能喝到水的 那这两个方法呢 正正就是这个就是电子牛它的原理 就是不断开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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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控制到那个电流量 嗯 线性牛呢 就是说我慢慢杂住 开一个小孔 令到那些水可以很稳定地流出来 同样都是可以令到 满足到我刚才要讲的要求 嗯 好了 那当然了 你会问 不断开盒开盒 你自己开电键你就知道 有时候开电会啪 才会有些火花 你都会见到的 那当然它开盒开盒开盒 这个装置没错 它是成本低 那它会儿造的 可以做到很轻 有空间很小 效率也都高 那但是电子牛就有一个问题了 开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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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很多很多的噪音 嗯 那其实这裏呢 我就刚刚有一个图表 可以我们在一个视波器里 可以看到电子牛 和线性牛的分别 这个视波器 其实这一个就是P8的线性牛 P8的线性牛出来的 这个就是一般的电子牛出来的 你会见到,我们可以留意RMS这两个数字 RMS这两个数字我们叫做Noise的平均值 你会见到,P8来说 其实就不用看数字都知道,很稳定的 它的Noise就只有1.24mV 好了,去到电子牛,一般的电子牛可以去到5.03mV 足足的Noise大了三四倍 这个Noise当然也是那句 你用在电饭煲,或者用在吸塵机 其实是没有影响的对你 当然,你用在音响器材 这个Noise对声音上影响很大 实际上,以我所知,CASES的牌子主打是环牛 其实环牛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好的地方 其实牛有很多种 有方牛,EI牛,R牛 其实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环牛 环牛其实很多音响产品都会用 当然其中是CASES 你见到它清一色全部是环牛 其实为何CASES会选环牛 其实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当然 它的厂只会做环牛 它做不到其他牛 这是其他原因 是环牛的专家 它是环牛的专家 可以这么说 另一个原因 其实就是环牛可以做到一个体积势 但是输出的功率大 这东西很合适香港 你知道香港是纯金尺度 现在来说 譬如很多音响上的设备都需要大功率 大电流供电 举个例子 玩NASI的朋友就知道了 如果你说我喜欢看电影的 有个客户 有个客户 他可以去到 其实一按键 它已经扯成7A多8A电 这个客户 他玩了很多LPS 都没去到这么高的供电 唯独是CASES的P8 可以做到10A供电 就是靠环牛的供电 这个是环牛的优势 另一个优势 环牛相对比较稳定 相对比较稳定 环牛的声音的取向 声音取向来说 环牛的声音 我们听上去相对会比较 我们所说的音源会比较少 会比较monitor的声音 比较中性 这个也是环牛的一个特性 譬如我举个例子 我买一部线性供电 其实我不想它的声音 影响到整部整部机的声音 其实用环牛在线性供电 大部份CASES的产品都会采用 终于入正题了 我们就要谈谈CASES P3和P8这个线性牛有什么分别 其实一谈CASES的产品 一定是谈最出名的线性牛 就开始了 P3和P8 我相信这个没有人有意义 其实P3和P8的开发 其实是基于CASES 另一种很出名的线性牛 就叫DC116 这种DC116 可以说是CASES的成名作 到现在 我们都收到很多客戴来问 还有没有116 当然这种已经停产了 其实CASES在116的线路上 它作出几个改良 首先牛方面 它换了一只由厂方开发出来 一只最新 稳定性比116更高的牛 另外在整流线路上 你会看到整个电容阵方面都加强了 加强了电容阵 你会问P8和P3 这两个 我什么情况下用P8 什么情况用P3 我可以略略和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看看P8的背面 P3的背面 P8来说 你会看到 它有双输出版本和单输出版本 当然现在你看这只 其实就是双输出版本 双输出版本 每一边可以到4A 4A供电 单输出版本 我们特别和厂方订制一只 是去到10A的版本都有 这是单输出的 一般来说 其实双输出都够 你会看到P8和P3 P3来说一样都是双输出 但P3就没有单输出版本 它只有双输出版本 另外你会看到P3 它反而电压方面 宽容度大很多 会看到有三个电压可以选 你可以随便在那里拍 而P8来说 电压只有两个 你怎样拍 只有两个位 但是P8有多了一个 你会看到多了一个USB 这个USB 不是给你用来充iPhone 我还以为是 对 不是充iPhone 因为它只有5伏1A输出 其实充iPhone就不够 其实这个USB 可以给你多一件设计用 而它又是要5伏 刚刚没有5伏 又少1A 多一个设计用 这个很好用 譬如有些CAS CAS上面的一些Switch 很多其实走5伏都有 我见到很多客户都会在这个位置 做一条DC线 都是USB去一个DC2.1的DC线 同时间可以给三部机一起用 这个就是P8的特点 是 社长 其实以我所知 网上线上的平台 很多时候都会买一些线性牛 但是那些几百元的线性牛 和现在的几千元的线性牛 其实它有什么差别 虽然说线性牛 都有便宜贵之分 以CAS的售价来说 都不算贵 我觉得 分别上 你可以比对一下 CAS是 第一 它的牛 牛是自家生产的牛 这是CAS是一个主要的优势 第二 就是它本身的牛 它是用OFC的唇筒 是妖制的 每一只牛 其实都是用人手妖制 另外 你可以看看 本身CAS是牛的整流线路 整流线路这一部分 很多客户都忽视了这一部分 其实这一部分是很重要 对于声音的影响 除了牛之外 一般在整流线路 最简单 我们以前上麦理堂上也学过 整流线路很简单 我们将AC转成DC 这个功能 其实最简单 可以用一些二极管 电阻电容 其实都可以砌出来 当然砌出来的声音 好不好 另一件事 其实CAS是它的整流线路 它经厂厂方 特别设计过 你会见到 它在电容的容量上 它都是加大了 当电容的容量加大了 它会有助到 它的缓冲 缓冲大了 所以出来 它的DC 它的稳定性 是高很多的 另一 第二件事 其实就是安全性的问题 是 其实 本身CAS的P8 也好 P3也好 它都有几个Protection 它有一个叫Overloading 的Protection 比如说 有时候我插下部机 它过了一个A数 例如P8 它最大每边 如果双出计 每边是4A 它过了一个4A 其实它会自动 減电 保护线路 另一个 还有一个叫Overheat 的Protection 有时候 你知道我们发烧油 牛一开 我是不会懂的 牛 有时候 不知道什么原因 久了 可能突然 会发热 牛 如果我不管它 烧油 很危险 其实 在CAS的牛 P8 P3也好 它都会有 OVERHEAT 当温度 过了某一个温度 那一刻 它会自动減电 安全性 也很重要 虽然大家玩HIFI 是的 社长 我知道你本身很有心 你自己代理了很多牌子 你自己也会过去看看 他们的厂 如何生产的产品 是的 我知道CASUS 你好像在疫情前 都已经有去过一次 他们的厂 如何生产 是的 我都把握了机会 疫情前 上年的年底 我都飞过去台湾 去跟我们的CASUS那边 开个会 在上面吃点东西 这个很重要 OK 是的 其实开会之后 其实它都OK的 我也想说 可不可以带我去参观一下 你们的牛工厂那边的生产过程 其实都得到厂方的允许 我也拿了一部手机 也拍了一点点 CASUS当时的工人 如何去绕制一只牛的过程 我们可以去一去片 给大家看一看 因为一般都很少 很少朋友都会看到 究竟那只牛是怎么绕的 是的 我们去片看一看 是的 石掌 如果买CASUS的牛 即LPS 究竟我们有什么要注意 因为我看到它 其实它的規格也很多 不同 可能A数 然后它的电压 以及电流 都不一样 是的 其实买之前 或者很多客人都有疑惑 我怎样买呢 怎样选一只对的呢 你见P8 其实本身 你看它厂方的規格 其实有很多很多款不同 每一件产品 其实都有一个相应自己的电压 是 一般来说 比较多 就是五伏 九伏 十二伏 十五伏 十九伏 二十四伏 这几个电压是比较多的 是 比较多产品会用 我怎样知道我的产品 是用哪只电压对呢 没问题 如果你不懂看的话 你可以拍下 你可以拿回你的产品 原装的电子牛 你可以拍下这个招指 传给我们有关的同事 我们都会有建议给你的 你说我也想看看 其实每一只牛 其实都是印在下面的 比如以我这只牛为例 其实它有一个叫做十二伏 和一A的输出 代表了这个DC十二伏 一A的输出 代表了这个牛 大家一定要看DC 要看AC AC是另一样东西 AC说不到 LBS OK 好了 DC十二伏一A 这个代表了 我这件产品是要用十二伏 就是一A的 好的 也有人问 不是 社长 你这只P8 是四A输出的 那A和V有什么分别呢 首先第一件事 先说我们电压 V是一定要一样的 如果你用太多的 譬如说我现在十二伏 我给一只十九伏 不好意思 一插下去就会烧 那部机会烧 千万不能买错 如果你有十二伏 我给一只五伏 你插下去 那部机就起动不了 嗯 所以很重要 V这一样东西 是一定要一样的 十二伏就一定要买十二伏 即是要等于 是的 一定会等于 好了 如果A那边 怎样呢 A就很有趣的 A呢 你会看到 P8是4A 插下去会不会烧 很多客人会问这个问题 A就不会 A就是要大过等于 不要说等于 是要大过 一定要大过 为什么呢 因为线性牛 它的效率 比变鲜牛低 所以我建议大过 譬如我这部机是用1A P8是4A 会不会烧 A是绝对不会烧 为什么呢 A就是说 你可以假设 譬如我吃一碗饱饱 我给你四碗饱 其实如果我吃一碗饱 那部机会选我自己 对用 对用1A 我的一碗饱饱 就可以了 如果换句话 如果我给你一部0.5A 那当然不够 都是一样 不够力推动 所以A一定要大过 你原本的牛 就可以了 社长 我是代客问的问题 好 问答环节 好 我想问一下 其实Cases 本身没有很多不同的V数 但我们的客人有时会问 我想加减少少 你知道有些很怪异的V数 是的 如果我想加减0.5 可以吗 P8它是standard 你知道刚才说的V数 你可以看回这里 如果你说 我部机很怪异 我部机是12.5V的 我也见过 其实P8它也可以有一个宽容度 给你加减1V 可以给你 而我们可以人手调教 P8 即是自己教不了 其实你自己也能教到的 在这个蓝色的部分 当然了 你买的时候 你可以跟我们的职员说 我们帮你教也可以 它可以加减1V 所以举个例子 如果你部机是这么怪异的 在这里可以 这两个蓝色的部分 我们可以用螺丝批转一转 可以加减1V 如果这个机这么怪异 去到12.5V 其实我们可以拿一部12V的P8 我们透过转动这个可变电阻 就可以将电眼提高0.5V 是没问题的 当然了 我也见过一些案子 有些客户是用到38V 这么光彩 是我见过 不好意思 真的做不到 38V 因为P8它那个最高 可以去到24V 而高过24V 我之前问过厂方 就做不到 哦 是的 是的 社长 这是个私人问题 是的 我的电脑本身是Mac机 是的 它的A数很搞笑 是3.05A 另外它的V数是14.85V 哦 很奇怪 我应该如何选择 哦 这个情况我们分两面看 是 14.85V 其实P8和P3都可以 是的 因为我们拿一个15V 我们稍稍降一点 就行了 是 但是A数的问题就是 你刚才说3.8A 0.5 3.05 3.8A 3.8A 3.05 3.05A 它又过了 刚刚过了3 哦 其实3.05A 其实用P3 就很勉强强 有些老师拉龟 是的 因为P3的输出是3A 是的 如果在稳定程度来说 我就建议用P8会好一点 因为P8的输出是4A 对于3.05A来说 其实问题不大 P8是可以的 你可以考虑买一部P8 哦 石掌拿 你说了很久 这部机器究竟功效和特性是如何 嗯 但是其实 我们是否可以买些线来配搭 嗯 问得好 我等了你这条问题很久了 其实 那就是我们买线的 对不对 其实 如果以P8P3来说 是 那就是说我影响最大 其实有两部分 是 第一部分呢 当然是Fuse 嗯 那P8其实用了三条Fuse 那么多 是 如果你双出的话 双出用三条 单出用两条 嗯 在里面有两条 嗯 在机外有一条 嗯 那么换Fuse 如果你说 我建议其实呢 我们有我们自家的FIRT Fuse 那或者是 你想过 中频再饱满少少 音乐感好少少 那你可以考虑用Hi-Fi Tuning Suprint 3那一条 铜那一条 我们试过都很配搭P8和P3 嗯 第二件事 当然最重要就是 DC线 是 那你会见到我们 新出了 有一条 这条 用单晶筒做的 蓝色这条 很sharp性 嗯 这个是DC线 其实呢 这条DC线 其实我们当时教声呢 其实我们是用了P8 做参考来调教的 嗯 如果你说 当然啦 我买P8 原装其实跟了两条 鸡线给你 当然啦 以发烧流来说 都不会接受那两条 鸡线的啦 是不是 都会考虑有什么升级 其实可以考虑 这两条DC线的 这条DC线的 这条DC线的 那你会问 喂 我的插头呢 未必是那么顺滩 是用这些DC 就是这些传统的DC线 嗯 那譬如说 有些 譬如说 QLab 或者Synology 一些比较高碑的NAS 其实 它的插头 是古形精怪的 如果说 去到这些古形精怪的插头呢 你讲完DC线之后 其实是否PowerCode 都可以做一个升级的呢 没错啦 因为我们买很多PowerCode 是不是 如果你说 P8和P3 其实我个人建议 上升级的朋友 其实可以考虑 Acoustic Rewrite 这条很出名的 人们叫做紫三龙王 Power Standard 8800 这条线插了下去 当然比原装线 都升级了很多 尤其是中频 结像 分析力都提高很多 好了 你会说 这条线都成千多二千银 有没有一些 较为经济一点 但又想升级的考虑呢 当然 我们来自瑞士的Gotham Gotham Gotham这条85025 都是可以考虑的 本身这条线 就 传统瑞士声 就比较中性 味道没什么 但是可以令到 整体的结像 分析力 细致都会提高 这条线都是几百元的 大家其实都可以考虑 是的 好 今天就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订阅我们 Lab Channel的频道 订阅我们Lab Channel频道 之外 就可以帮我们按小铃铛 接收最新的资讯 多谢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